这个花的这个前面这部分呢 要虚一点 颜色要浅 甚至可以有一些个空白 然后我们再看看它这个花的外形 外形也不要太碎 注意它的整体效果 大体的花形画出来了 由于它这个牡丹花的花瓣层次比较多 比较丰富 所以呢 在这个靠近花芯的这部分 我们还要再用更深一点的颜色 把它的多层次的那个结构 给它强调一下 这个深一点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鼠红再调一点胭脂 让它加重 把这颜色给它加重 加重的目的呢 就是把它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关系啊 把它表现得更加充分 因为牡丹花被称为富贵花嘛 所以它开开以后是非常的富丽 因为它花形也比较大 非常的壮观 这是这个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要把它这种特征 把它表现出来 最后我们用胭脂 再把它更深的那部分提出来 这话有一个深浅的对比呢 这个花瓣的层次就非常的丰富了 有一些地方不同层次的花瓣的根部 我可以用胭脂提醒一下 这话呢 它那层次关系现在就更加的丰富 立体感也更好 有一些花瓣我们可以有意识地给它加深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个牡丹花层次关系 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前边立起来靠近